三个高层官员早前出席晚宴 违反限聚令被罚款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政府官员出席饭局不属于接受利益 但原则上要按公务员守则行事 政府人员里面 周不时都要跟社会各界有联系 所以这个一直都有这样的需要来做 第二就是接受那个款待 比如说参加一些饭局各样东西 本身这个就不是属于接受利益 也都是在原则上 原则上当然就是按照我们公务员 我们去接受这些或者有需要 要去出席一些饭局各样东西 当然就是避免造成一些负面的观感 或者影响要特别注意这些 这一般的原则在我们的手织里面都清楚说了 在整件事里面 事实上都存在了有敏感度不足 还有有疏忽 也都会日后会更加去留意和注意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